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說如何控制我們的投資組合 或者如何分散我們的投資會比較好 很多朋友都有買股票 亦想用一個買股票的例子來告訴大家 如何我們可以很有系統地去分散我們的投資 例如有五號仔 匯豐 如果我都是買股票的話 我應該用甚麼去分散我的投資呢 我心目中是一些比較大的籃籌 也有些比較穩定的股票 現在我抽了兩隻 抽了一號和六號 而這兩隻股票我首先會看看 這兩隻股票和匯豐的關聯性有多少 關聯性其實我們可以用數字去做一個分析 如果關聯性是零的話 即是他們兩個的關聯性是沒有 或者如果它的關聯性去到一的話 即是兩個是完全同步的 當然在股票裏面很少股票會完全同步 例如我們用一號來做一個比較 我們會看看一號在六個月 過去六個月裏面 究竟和匯豐的關聯性有多高 大家可以看到 在檢查上 其實在過去六個月裏面 一號和五號一般的關聯性 大概去到0.5、0.6 最低可能是去到0.2 即是他們兩個的走勢 其實關聯性是一般 就不是特別好 但我們看看六號 其實我們看到兩種關聯性是偏低的 為何這樣說 其實當我們把兩個速線打在一起 大家看到 藍色那條是五號和一號的關聯 橙色那條是五號和六號的關聯性 如果我們想分享我們的投資 大家都知道 我們當然希望兩隻股票的關聯性越低越好 因為如果我們其中一隻股票是跌的話 亦不會影響到另一隻股票 對我們來說 這是比較理想的情況 當我找到這個關係之後 其實我會再看一些數據 其實在兩隻股票裏面 一號和六號裏面 如果我和五號的比例都是五十五十 即是一半買五號 另一半買一號或六號的話 究竟下譜比率是有多少 為何我們要看下譜比率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做L Gold Trading 或者我們做一些數學模型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看我們的風險 以及我們的回報 成為正比 而下譜比率是說的是 我們每一個部份的付出 其實我們拿到多少個部份的回報 其實如果我們就這樣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表 就是無論我用五號配一號 還是五號配六號也好 其實那個下譜比率 相對來說 都會比就這樣買六號為低 這樣看法 其實我們好像有些朋友便會想 其實我是否只買六號更好呢 其實不是的 為何我們只買六號 當然也會有一些風險 當我們想去分散我們的投資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可以做一件事 除了我們去看他們的關聯性之外 我們可以在不同的時間 是有一個分配的分別 即是甚麼呢 即是我們未必一定是五五的 可能我們是九一八二的情況去分佈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亦都可以用一些數據 是用來做一個圖案出來 去看回其實如果我們不同的匹配的話 其實情況出來是怎樣的 好 像剛才這樣 因為我們已經選了可能一號和六號裡面 我們會選擇用六號來做 我們的分散投資的一個工具 大家可以看回 如果我用一比九 二比八 三比七 這樣一直測試圖 大家會看到其實如果五號和六號的 我們會用一九比例來做這個投資 相對來說我們的投資的回報 相比起同一樣的風險來說是會好些 即是說我會放多些錢在六號 然後放少些錢在五號上面 當然也要提醒大家 雖然這是一個系統的方法 我們怎樣去做一個股票的分散投資 而這個方法其實也正正在很多 我們會用電腦自動幫我們計算剛剛的這些數據 然後可能未必是兩隻股票 可能我們是不同的股票 甚至不同的 underlying product 不同的產品去做一個匹配 而對我們的投資組合來說 是有一個比較低的風險相對比較高的回報 當然其實如果我們買的都是同一種產品 譬如我們全部的分散都是放在股票裏面的話 當然其實在紅市的時候 或者在股票大跌的時候 這個剛剛我們做的事情可能意義未必很大 因為當股票市場跌的時候 其實可能我們大部分的股票都會跌 所以其實當在紅市的時候 其實關聯性會突然間增高 所以其實我們也需要考慮 把我們的錢或者我們的股票 放在一些不同的產品上面 去令我們的風險再分散一些 又到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投資組合回報的情況的時間 看看最近這兩個星期 其實因為市場都比較波動少少 上上浪浪也比較大 其實我們的組合回報投資 在這個時間暫時都比較平穩 沒有怎樣輸贏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 從9月初到現在的情況的表現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其實在我們四條組合裏面 其實一開始 9月初的時候 有兩天都輸錢 然後到5號的時候是賺錢的 之後那個星期 其實我們去到6號打後 其實都是輸輸贏贏 差不多贏的時候 雖然比較多些 但輸也有機會是日子會多了少少少 所以大家看看結果 其實到12號為止 其實那個組合的輸贏情況 都是差不多的 對上這兩個星期 暫時說 那個投資組合的情況 都是一般 就不是特別好 亦都沒有特別差 當然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都會看回 其實我們幾條方法 在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 我們是否有機會 可以做一個更加好的調整 因為我們其實用的四條方法 是有不同的情況下 我們會營利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我記得大家一些記憶 就是有一些是我們的趨勢市 會比較好 有些是會波動市的時候 比較好 不過其實我們做了這麼久 如果是一些不是很大的波動市況 尤其是在月底或月頭的時候 可能的情況 這個回報未必是非常理想 在這一點上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看 怎樣可以優化到它 好了 大家看看 就是由5號開始 其實我們看看 其實有些大浪 我們也是抓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跌下來這一刻 其實整個浪都抓住了 反彈的時候在6號 其實反彈的時候 因為它才跌後升 相對來說 可能這個浪 我們就沒有做得那麼好 去到4號的時候 我們看看 就是ST2.0 其實ST2.0也是一個趨勢策略 不過其實它的捕捉浪會短一點 而因為4號其實它大升 變急跌 而升勢未能持續 所以我們導致有兩次比較大的損失 但是去到11號的話 其實那個市況是相對來說 比較單一方向 其實我們都能夠很成功地捕捉到跌市 去到我們一個宗拜理論的組合 就是MC6 大使如果反覆的時候 我們是看到它其實都上下波幅 不過就沒有成功獲利 這一條我們其實都會 之後會研究一下 究竟是為什麼 或者什麼原因 或者我們怎樣可以 令到它會做得好些 而去到5號的時候 反過來 它就成功出到3個大反向 其實在我們做波動理論的時候 或者做一些宗拜理論的時候 因為比較難做的地方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知道 其實它那個反彈的力度有多高 因為其實我們好像當千秋一樣 其實我們是當到多高才會回來 而這個力度其實是比較難預測的 所以雖然3月1號大使反覆 但是我們沒有能夠盈利 但是我們也會看回 其實這個情況會不會 這個情況會不會維持一段長時間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 而其實市況它的節奏要改變的話 都不是一天半日 或者是一時三刻的事 所以其實我們也會看多幾天 或者看多一段時間 看看是不是真的節奏變了 還是這個是單一的情況出現 而我們會不會去做一個改變 相對看回HG 就是一個數學模型 它相對來說會穩定一點點 亦都在6號那裡 成功有一個捉到一個趨勢 我們上兩個星期的表現 表現平平 亦都不是很差亦都不是很好 接下來我都會留意 我們的表現的組合 看看它究竟會不會有 哪一條在中間有一些地方 我們是可以改善或者做得好些 或者甚至乎是因為市況的改變 而我們是需要做調節 這一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問題或者有意見 歡迎在下面留言